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房地产节目 本周 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与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在北卡罗来纳州展开了激烈的经济政策辩论 两位候选人虽然都未提出全面的政策计划 但却在经济愿景上形成了鲜明对比 哈里斯的演讲专注于住房 食品价格和处方药的问题 强调政府应该积极介入市场 以促进竞争和改善普通民众的生活 他承诺为首次购房者提供25000美元的支援 并对食品价格进行联邦监管 相对而言 特朗普的发言则更多的集中于 对移民的批评和经济的宏观观察 缺乏具体政策的深度 他对哈里斯的经济政策发出挑战 并声称自己能更好的处理经济问题 这场演讲不仅是对两位候选人 在经济问题上的思考 更是选民面临的选择 支持哈里斯的进步经济学 还是特朗普的保守经济观 随着经济问题成为选民关注的焦点 哈里斯的计划试图缓解通胀 恢复住房市场和减税给中产阶级家庭 却也引发了经济学家的不同评价 这一切都在为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铺路 让选民们更加关注未来经济的走向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本期的华尔街房地产特别节目将深入分析副总统卡玛拉 哈里斯与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在经济政策演讲中的鲜明对比 我们的分析将基于纽约时报 半岛电视台和ABC新闻的相关报道 这些报道对两位候选人在北卡罗来纳州的经济演讲 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和分析 揭示了他们在经济问题上的立场和愿景 在本周的活动中 哈里斯和特朗普分别发表了长达半小时和80分钟的演讲 尽管他们都没有提出全面的政策计划 但却展现了截然不同的经济愿景 哈里斯的演讲集中在住房 食品杂货和处方药的可负担性上 而特朗普则将演讲的重点 放在对移民的批评和宏观经济的观察上 缺乏具体的政策细节 首先我们要理解这两位候选人 在经济政策上共同的基础 他们都支持一个强大的联邦政府 认为政府应该积极干预市场 以促进经济增长和繁荣 然而他们的干预方式和时机则截然不同 哈里斯在他的演讲中 强调了进步经济学的理念 这一理念认为联邦政府必须采取积极措施 纠正市场中的扭曲现象 他承诺在未来四年内 为每位首次购房者提供最高25000美元的首付款援助 同时向建造可负担住房的企业 提供400亿美元的资金 哈里斯的计划还包括恢复拜登政府 在2021年设立的扩展儿童税收抵免 以便为新生儿的父母提供更多的经济支持 并呼吁联邦政府禁止企业 在食品杂货上进行价格欺诈 哈里斯的演讲不仅仅是经济问题的探讨 更是对未来经济政策的展望 他的政策强调政府在经济中的主导作用 目标是通过具体的措施改善普通民众的生活 这与特朗普的经济观形成了鲜明对比 尽管特朗普的演讲同样声称要解决经济问题 但其主要内容集中在对移民的指责 和对经济现状的总体评估上 缺乏具体的政策细节 特朗普在其演讲中承诺 要击败通货膨胀 结束对工作的限制性法规 并创造一个繁荣的经济环境 他的演讲常常偏离主题 涉及对拜登的批评和对哈里斯的嘲讽 根据民调显示 选民对特朗普处理经济问题的信任度 高于对哈里斯的信任度 这反映出特朗普在选民心目中仍有一定的优势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 选民面临的选择不仅是对两位候选人经济政策的对比 更是对未来经济走向的深思 哈里斯的进步经济学 与特朗普的保守经济观之间的冲突 实际上反映了美国社会对经济管理的深刻分歧 当我们深入分析哈里斯的经济计划时 会发现他明确提出要控制通货膨胀 恢复住房市场 并通过减税来提高中产阶级家庭的经济安全 哈里斯认为 大型企业的市场权利是导致价格上涨的主要因素 因此他提出了在联邦层面 禁止食品和杂货的价格过高的计划 尽管一些经济学家对哈里斯的政策表示支持 但也有不少人提出反对意见 认为限制价格上涨可能会导致商品短缺 进而影响市场供给 关于住房市场 哈里斯强调需通过增加住房供给 和减轻购房者的价格压力来恢复可负担性 他的计划包括对建造入门及住房的公司 提供税收激励 以及为首次购房者提供25000美元的补贴 尽管一些经济学家对增加住房供给表示赞同 但对购房者补贴的有效性存在质疑 他们认为此举可能会推高房价 反而不利于解决住房问题 在减税方面 哈里斯承诺将扩大儿童税收抵免 以减轻中产阶级家庭的经济负担 他的计划包括为有新生儿的家庭提供额外的税收抵免 并通过提高对富裕人群和大型企业的税收 来保障联邦政府的财政健康 然而经济学家们对此也表示谨慎 认为若不妥善处理税收问题 可能会加剧国家的债务负担 影响经济的长期健康 综上所述 哈里斯与特朗普在经济政策上的对比 不仅揭示了两者在理念上的差异 也反映出美国社会在经济管理上深刻的分歧 选民们需要认真思考 在未来的经济政策中 哪一种愿景更能推动美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无论最终的选择如何 这场演讲都为选民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帮助他们更清晰地理解 两位候选人在经济问题上的立场 和未来的愿景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卡玛拉·哈里斯的经济政策 展现了对中产阶级和低收入家庭的关注 这是对当前经济困境的理智回应 他提出的25,000美元首次购房者补助 和扩大儿童税收抵免 明显能够帮助许多家庭度过难关 特别是在高通胀和住房成本上涨的背景下 根据经济学家的数据 这些措施不仅能提高家庭的经济能力 还能促进经济增长 因为中产阶级的消费是经济繁荣的基石 哈哈 楚天书 你真的相信哈里斯的计划能够解决问题吗 这些经济政策听起来像是用糖果包装的处方药 实际上却可能导致经济更加衰退 提供25,000美元的补助 这不过是政府向市场注入更多的钱 却不改变供应有限的现实 这样只会推高房价 让真正需要住房的人更加无法负担 但我们不能否认 哈里斯的政策是一种主动应对市场失灵的方式 它的措施旨在促进竞争 打击不公平的价格行为 我们可以看到 食品和药品的价格因为行业垄断而不断上涨 哈里斯的政策正是针对这一点 根据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数据 大型企业的利润率在疫情期间暴涨 这明确说明了市场的不健康状态 楚天书 你这样的看法简直是天真 大企业的垄断问题确实存在 但哈里斯的做法却是在用政府的力量来扭曲市场 这只会导致更多的问题 你知道吗 经济学家警告过 政府对价格的干预可能会导致商品短缺 这就像是用高样治疗癌症 根本无法根本解决问题 不过 我认为强有力的政府干预是必要的 历史上 政府在经济危机时所采取的行动 比如在大萧条时期的扭底政策 成功地稳定了经济并促进了复苏 哈里斯的提案虽然可能面临挑战 但他明确的经济愿景与特朗普的模糊策略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让选民有了更清晰的选择 楚天书 你举的例子真是老掉牙了 大萧条是过去的历史 今天的经济环境和过去截然不同 特朗普的经济政策虽然看起来更简单 但却能够激励企业和消费者的信心 这才是当前经济复苏的关键 你看 民调显示选民更信任特朗普处理经济问题 这难道不是事实的证明吗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 让您拥有145种语言能力的新时代 在这个不可思议的新时代 语言不再是障碍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隆重推出 这项由欧洲、美洲、亚洲的顶尖科技、语言和媒体专家 合作开发的创新技术现已开放使用 该系统能够克隆您的声音并将文字转换为语音 使您能够掌握多达145种语言和方言 为您的生活和工作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革命性的多语言能力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的最大亮点 在于其广泛的语言覆盖范围 无论是商务会议、国际交流、教育培训 还是日常沟通 这项技术都能让用户在全球范围内自由交流 只需几分钟 用户便可轻松克隆自己的AI声音 体验从未有过的多语言沟通能力 简单便捷的使用体验 使用6度AI克隆声音系统非常简单 无需任何专业设备 也不需要学习复杂的技术知识 用户只需进行简单的操作 即可完成声音克隆过程 并将其应用于各种场景 无论您身处何地 都能通过这项技术突破语言障碍 实现高效沟通 广泛的应用场景 这项技术的应用范围广泛 从商业到教育 从媒体到娱乐 都能发挥重要作用 对于企业来说 这意味着可以更好的 与全球客户和合作伙伴沟通 对于教育机构 这可以帮助学生更好的学习多种语言 对于媒体和娱乐行业 这将带来全新的内容创作方式 立即体验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现已上线 欢迎访问以下链接进行体验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 HTTPS 6度WorldPTS 立即登陆 体验这项改变未来的创新技术 让您的声音在全球范围内响起 谢谢大家收看6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6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6度世界网址是6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